i got a little sweet tooth for ya i'm looking for a bit of sugar i'm looking for a bit of sugar lucky me is my cheat day cause i'm feeling for hi hello大家好我是凯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其实主要是一个top 3的形式吧 因为呢想跟大家做几支 我近期买的一些口纹的试色 嗯也不算近期啦 其实视频我在三周前就打算拍了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拍 所以说拖到了现在 我近期买的很多口纹呢 其实大部分都不算是新款哦 我就觉得有些颜色好看 所以想买来试试呢 如果你们对我近期购入的口纹感兴趣的话 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Let's go 因为前四支想跟大家试色的颜色非常的像 我先放在手臂上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对比 那这个颜色呢它上嘴其实没有外观那么深 虽然它上嘴呢就是一个比较淡雅的干燥玫瑰粉色 比较偏裸一点的 那我觉得下一个颜色呢是非常正的一个干燥玫瑰色 如果你厚涂它呢会有种红棕色调 但是我就是正常涂它啦 还蛮好看的一个颜色 下一个颜色呢是有一点点偏紫调的螺粉色 那相比于刚才的102呢它没有那么裸更粉嫩一些 那很多宝宝呢想知道102和503这两个颜色的区别 我就放在一起给你们对比一下 可以帮助你们选择色号 那下一个颜色呢是比较偏酒红色的颜色 它薄涂呢有一种梅子色的感觉 上嘴会沉膜 那下一个颜色就不用多说了是Armani 他们家大名鼎鼎的烂番茄色 它的饱和度还蛮高的哦 那下一支呢是我们国货品牌Crox的一支雾面唇釉 虽说它也是烂番茄色 但是相比于刚才George Armani他们家的呢 明艳度没有那么亮 是一支雾面感非常强的唇釉 下一支呢也是Crox他们家的雾面唇釉 是一个比较偏朱纱红的一个颜色 这颜色其实上嘴蛮好看的耶 非常的显白就是质地太干了 给你们对比一下刚才的三个颜色 不知道为什么Crox他们家的烂番茄色 在George Armani边上呢就显得非常的粉 那下一个颜色呢是Colourpop他们家的一个奶油蜜桃色 我超喜欢这支颜色超级的日常哦 耶终于拍完了我跟你们说 我最后两支试的是Crox他们家的这个嘛 超级的难卸 我现在嘴巴超级的雾面 那非常感谢你们观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记follow我的social media在这边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